葬礼后的吊燕燕,顾泽里的妓妹兼白月光不请自来,她穿着大红色吊带裙,笑容张扬地在顾泽里那桌开了赌局,来来来,好酒没完了,大家赌一把,简宁那个讨厌鬼死了爹,一定会借机卖惨,我们就赌我哥哥能不能甩地吊他。 气氛热烈,许多人跟着下注,而我就是简宁,此时刚结算完酒席费用,折返回来取外衣,荒唐的一幕让我整个人抑制不住地发抖。 我靠在柱子后面,下意识地寻找顾泽里的身影。 然而,与我青梅竹马的男人,此刻正饶有兴慰地盯着她的妓妹,纵容着这无礼且荒唐的一切发生。 她说,一条赖皮狗而已,甩不甩地吊,还要看你获得出什么筹码。 林雨萌被她直白的目光看得脸色飞红,却依旧装傻充愣地将身上的吊带裙压上了。 裙子今天新到的,也压给你。 小气,压给你你能穿似的。 周围暧昧的调笑声越发肆无忌惮。 哎哟,咱顾小爷是不能穿,但他可以脱呀哈哈哈哈哈哈。 整个吊艳艳的大厅都回荡着猥琐下流的笑声。 顾泽里的助理小声提醒。 顾总,别闹得太过,见您知道不好收场。 顾泽里不悦地皱起眉,冷漠地仿佛我从未认识过他一般。 破了铲,死了爹,知道了,他也会装作不知道。 我想,我对顾泽里的感情,应该就是那一刻彻底埋葬的。 进一瞬间,我就知道了我该怎么做。 我压下翻涌的情绪,默默摘下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叫住身旁戴鸭舌帽那个服务生。 有个发财的机会,你要不要? 去前面那桌,读解您玩腻了,打算换条狗。 怕服务生怯场,我给他讲了下注规则。 出乎我意料的是,随手叫来的服务生居然淡定得离谱。 在一众嚣张二代的注视下,他缓缓走到堵桌前。 慢条丝里地将堵本放到桌上。 谁都能下? 他问。 林宇蒙点头。 好心提醒你哦,这个当事人可是个赖皮狗,很不好甩的, 你想清楚在下注。 服务生垂着眼没搭茶,随手摘了腕表,扔在我的堵本里, 一并推出去,一字一顿道。 我读解您玩腻了,打算换条狗。 周围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固则里敲着桌面的手顿柱,缓缓抬起了头。 有人甚至已经做好了打架的准备。 可那个服务生却像感知不到低气压一样。 有些不耐烦地看了固则里一眼。 怎么? 你就是那条狗。 固则里怒了,眉头瞬间拧紧, 但还未发作,便扶至心灵般猛地回头。 然后对上了我的目光。 长久的沉默,我们谁都没有开口。 回忆像电影的长镜头,慢慢穿过旧时光。 教室门口一起放学的身影。 单车后座追着我们的蝴蝶。 还有柳之下点起的脚尖,和唇上轻柔珍重的触感。 一幕幕闪过,然后渐行渐远。 固则里猴头滚动,终是欲言又止。 我垂眸,转身上了台。 郑重致谢。 之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解除了与固则里的婚约。 零三,服务生赢了所有赌注。 满场没有一个人压我会甩了顾泽里。 顾泽里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主动离开他。 我说我玩腻了,打算换条狗。 他恼怒又有些慌乱地看着我,沉声问我发什么疯。 于是我就真的疯给他看。 众目睽睽之下,我拿出手机, 按下了录音播放键。 下一秒,林雨萌的夹子音便通过台上音箱大声弓放出来。 小气,裙子今天新到的,也押给你。 押给你你能穿似的。 哎哟,咱顾小爷是不能穿,但他可以拖呀哈哈哈哈。 周围围过好多人。 猥琐下流的笑声趁着素白的吊咽大厅, 显得荒诞又可悲。 我将父亲的一项摆正, 站在高高的台上,低头逆着林雨萌。 来吃习不随礼金的叫花子, 我赢了你这条裙子的穿托拳,录音为正。 按照圈子里不成文的规矩, 赌本交割不下赌桌, 违者将彻底被圈子唾弃。 所以,我一字一顿, 你是自己拖, 还是我帮你拖。 很多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人都开了直播。 林雨萌脸色惨白, 眼泪瞬间涌出来, 边哭边往顾泽里身后躲。 我冷冷盯着他, 不拖也不是不行, 除非让今天所有起哄的人, 挨个对着我父亲磕头道歉。 场面一度很难看, 林雨萌哭得梨花待雨, 又羞又恼地去求那些二代们。 可骄傲的二代们, 怎么会来磕头? 他们巴布的林雨萌, 当场拖了看个乐子。 周围指指点点的声音, 逼得林雨萌彻底崩溃。 固则里喝止了林雨萌, 心疼地将人揽过来。 眉头紧拧, 冲我吼道, 简宁你至于吗? 婚约的是, 我答应你回头再说, 打个赌玩玩而已, 你发什么疯? 我固执地站在那里, 窥然不动。 一向上父亲慈祥地看着顾泽里, 像无数次提携他时一样, 僵持了好久。 顾泽里拿我和二代们都没办法时, 这才有长辈出面来斡旋。 事件的最后, 顾泽里开出高额支票, 来抵林雨萌的连衣裙。 而起哄的人鞠躬进行道歉, 没有磕头, 没能脱掉那件刺目的红色连衣裙。 可这是我能要到的, 最体面结局了。 接过顾泽里的支票时, 林雨萌愤恨地瞪着我。 哥哥别生气, 我们就当花钱打发叫花子了。 他这辈子可能最后一次 捡这么多钱了。 顾泽里文言也看着那些珠宝笑了, 语气讥讽。 简宁就为了这么一堆二手货, 你知不知道你的小家子气 让我得罪了多少人。 我低头清点迎来的珠宝, 没有搭枪。 林雨萌说得没错, 这可能是我暂时能拿到的 最多的一笔钱了, 折算下来正好够奶奶的手术费。 鞠躬的二代们路过我身边, 小声地骂着脏话, 一个个走了。 顾泽里一副失望之极的神情, 随着二代们拂袖而去。 人散尽, 空荡荡的礼堂一片狼藉。 我抬起头, 笑了笑, 捧着珠宝问 一直守在我身旁的服务生。 怎么样, 我厉害吧? 服务生的帽颜压得很低, 瞧不清神色。 只见他轻轻扯了下嘴角, 说, 厉害。 这么会说话, 我们三七分吧。 服务生没搭枪, 随手递给我几张纸巾, 示意我擦脸。 我这才惊觉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哭了。 我装出坚强且无所谓的模样, 胡乱地擦了两把脸, 挑几样贵重但好变现的手势, 塞到服务生手里。 拿着, 姐大放得很。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可怜。 然而, 我坚强的形象 没维持过一天。 第二天晚上, 当我躲在医院楼梯间 毫无形象地大哭时, 就被服务生撞见了。 奶奶死了, 我赢的手术费用不上了。 当我忙碌着安置完骨灰, 回到医院开完证明, 一切妥当时, 终于崩溃了。 我缩在楼梯角落里, 哭得像个没人要的落水狗。 不, 我就是个没人要的落水狗。 亲人没了, 家被疯了。 我的鼻涕躺过嘴角时, 服务生咬着烟, 就站在上面几级台阶。 他摘了鸭舌帽, 露出了很好看, 但不好惹的一张脸。 狭长的眼尾带着一道淡粉色的疤。 我的脆弱就这样暴露在他面前, 烟蒂的火光, 明明灭灭。 我止住哭声, 抽抽答答。 等我把最后一点鼻涕收拾干净时, 服务生暗灭了烟。 你给我那些珠宝, 我找不到地方换。 你可以帮我吗? 我张了张嘴巴, 错愕了好一会儿。 终于努力找到了轻松的语调。 好呀, 没问题的。 我想我脸上应该还挤出了笑, 可说完那句话, 我就两眼一黑, 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滴血糖, 摔到了楼梯下面。 后来仔细回想, 应该是三天没有吃饭。 再醒过来时, 我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简陋但整洁, 枕头上有淡淡的造假箱。 有一瞬间, 我有些遗憾, 为什么还要醒来呢? 跟着爸爸和奶奶走, 似乎也还不错, 可大片的阳光, 那么柔和地铺在了 我躺着的窄床上。 那样子像极了小时候的家。 我坐起身, 撕掉了手背上的胶带, 便听见叮叮当当的做工声 从楼下传来。 攀上窗, 我才发现我所在的位置 是个二层小楼。 楼下是个修车行, 服务生穿着工装裤, 露出结实的手臂。 正在谢越野车的车门, 晶莹的汉珠 在阳光的照耀下, 调皮地钻进她的衣服里。 她似有所感, 扶着车门抬起头来。 阳光正好, 于是我艰难地扯了下嘴角, 打去道, 这么辛苦, 不如我养你啊。 她没有笑, 停下手中动作, 认真思考着。 然后一本正经地问道, 饭量大的, 你养吗? 我哑然失笑。 这么认真干嘛? 可楼下的人固执地 维持着那个姿势, 在等我一个回答。 厨房挑来饭菜的香味, 我的肚子咕噜噜叫了两声, 窗边不知名的野花 被微风摇着, 站出花苞。 那一刻忽然就觉得, 这世间也不是全无趣味。 于是我善善地笑, 我只有那天赢的那点钱, 你最好别吃太多。 那天我拉黑了 固责里所有联系方式, 试着投入一段新的生活, 不断由老乡时电话来劝。 他们说, 让我跟顾泽礼服个软,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他不会看着我落魄不管的。 我一律默默拉黑, 我跟着圣爷开始经营他的修车店。 圣爷说他根本不是什么服务生, 他那天是去酒店办事, 恰巧被我叫住。 他实际是个修车的。 说完又一本正经地问我, 脏的, 也痒吗? 我工作完会立马洗干净。 每当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奶奶家院子里的大黄狗。 不爱叫, 很凶, 但会虔诚地蹭我的裤脚。 于是我不自觉地抬起手, 顺一顺他的头发, 放空的日子变得悠长而宁静。 我将珠宝全换成了钱, 给圣爷的小二楼装扮一新。 院子里养了只小土狗, 多雇了两个修车工人。 圣爷干活时, 我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发呆, 或者直勾勾地看他。 古铜色的皮肤, 肌肉线条利落流畅, 用力时紧绷起来。 我的心跳便在那些紧绷的瞬间 鲜活跳动。 圣爷有时会被我看得耳根发红, 随手给我扣上个墨镜。 看够了吗? 我摇头, 手指在他的小臂上滑动。 它们就像破土而出的小草一样, 看着就有了一点点活着的勇气。 圣爷不动了, 眼里闪过类似心疼的神情。 那之后, 他会有意让我帮忙擦汗。 手臂的, 额脚的, 腰间的, 甚至还有腹肌上。 他会在午夜悄悄看我有没有失眠, 会在清晨告诉我阳光很好, 生活很有趣。 我知道。 他怕我想不开死掉, 我有意逗他。 哪里有趣, 我怎么不知道。 他愣了一会, 脸色不太好看, 丢了手中工具, 早早收了工, 将我拉入房间里, 回身锁了门。 然后边走过来, 边摘手套, 扔外衣。 我被他逼到床边的角落, 躲无可躲。 他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直白地问道, 你想睡我吗? 淡红色的夕阳, 给室内染上一层朦胧暧昧的光。 圣野的轮廓被镶了一层毛边, 像油画里走出来的美丽动体。 鬼使神差的, 我问了句, 要负责吗? 于是圣野抬手, 脱掉了贴身的背心。 试过再说, 他自负道, 说着握起我的手, 贴上他坚硬的胸膛。 然后一路向下, 擦过结实的腰腹, 慢慢停在腰带的金属卡扣上。 心跳声过躁起来, 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危险又刺激。 手在抖, 咔哒, 卡扣脱落, 圣野稳得很凶, 粗利的手掐在我的腰上, 试探着, 克制着, 攻城掠地。 无数次的战力, 澎湃的快感, 让我重新感知生命的鲜活。 那一晚, 圣野用尽了浑身解数, 只为让我感到有趣而已。 第二天一早, 当阳光爬上圣野的腰背时, 他慵懒的声音从枕边传来, 还满意吗? 我心虚地收回欣赏的目光, 嗓子哑地一时发不出声音, 不满意? 他瞬间黑脸, 事实证明, 不要随便激起一个男人的胜负欲。 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有失眠过, 那是一段没凶没臊的日子, 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天, 我渐渐忘掉顾泽里带来的伤害, 可顾泽里那边却开始寻找我的下落。 我不知道, 在吊咽咽结束的那天, 顾泽里就开始不安了。 他被林雨萌带到了酒店, 林雨萌哭诉着宴会上的惊吓, 然后娇称地扑到他的怀里。 他说, 这条裙子, 现在是你的了。 顾泽里兴致不高, 脑子里闪过简宁倔强的脸, 平时那么娇气傲娇的人, 竟然会这么上步的台面, 一堆二手货, 宝贝得跟什么似的。 顾泽里沉浸在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情绪里, 他将其归结为气氛, 林雨萌见他不动声色, 便楚楚可怜, 扭扭捏捏地自己将裙子脱掉了。 拿去退了吧哥哥, 但是还不够你的支票, 怎么办? 拙劣地抬词, 妖宠的姿态却分外地, 娴熟。 顾泽里瞬间觉得烦躁, 人往后半仰, 敞着腿, 无所未到, 随便, 你看着办。 没给林雨萌半推半就的机会, 林雨萌也自己跨了上来。 发泄完, 顾泽里冷静下来, 对当晚的事进行了复盘。 他听说林雨萌要来时, 已经让简宁结完障先回去休息, 是他自己非要凑回来找不自在的。 就算他当时的话确实过分, 他也不该闹得不留余地。 总之这次他要让他吃些苦头, 看清形势。 往后他的大小姐脾气也不是说耍就能耍的了。 那一晚他睡得不太安稳, 莫名地梦到了上学时的简宁。 那时候他就娇气得很, 追他追得轰轰烈烈, 却在来姨妈的时候罢工了。 他说, 天大地大, 没有姨妈大, 姨妈来了, 天王老子也不好使。 于是他三天没有见到根屁虫。 他好奇来到他班级时, 发现大小街正窝在最后排, 毛毯, 热宝, 小手炉, 全副武装着。 见了他一改往日的臭屁样子, 毫不客气地指使, 让他帮他把水杯递过来。 他说他自己懒得弯腰。 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丫头, 态度转变得还真是快。 他递过水杯, 才知道里面是特质的热饮。 简家司机特地开车送到学校来的, 每天送两次, 不是现熬的他不爱喝。 于是他说, 你这么娇气, 万一家里没钱了怎么办? 他不走心地调戏, 你养我呀。 我才不要你 他维持着高冷的人设, 他兴致缺缺的胡周。 不要我, 我就去流浪呗, 拐你一笔钱, 然后去流浪。 顾泽里是惊醒的, 心慌地去摸手机, 没有简宁的消息。 意识到自己的心慌时, 他砸了手机, 还有什么好清高的呢? 之前就不让碰, 这次他一定要让他服软。 他开始高调地带着林雨萌出入, 甚至带着林雨萌去捡老太太的医院体检。 然而他没能偶遇捡宁, 却得到了老太太去世的消息。 他愣住了, 回过神来迅速拨打简宁的电话,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十二、圣野的修车行在山脚下的公路边。 远离喧嚣, 我们却并不觉得枯燥。 清晨时看日出, 日暮时做爱。 等我状态好一些的时候, 圣野开始带我进山。 采蘑菇, 桌野鸡, 光脚拍着溪水, 看圣野捕鱼。 圣野难得地露出笑容, 洁白的牙齿和嘴角漂亮的弧度。 将眼角的灵力都称得弱了几分。 你为什么不常笑一笑呢? 我问。 圣野愣了一下, 蹚着水来到我面前。 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吗? 我笑着帮他挽了下裤脚。 除了这儿, 我没地方可去了。 我没注意到圣野锁着的眉头。 我从不知道他对我有着什么特别的感情。 当天午后, 当圣野在帐篷外烤鱼时, 我独自攀上了旁边的山崖。 张开手臂感受风声时, 被突如其来的力量一把拉倒在身后的巨石上。 圣野抱着我, 双眼通红。 低吼着, 发着狠地咬在我的肩膀上。 声音里带着懊恼和委屈。 你他妈先勾的我, 是过了又他妈不想负责。 我愣了一瞬, 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他以为我要跳崖寻短剑。 失笑之后, 心口被酸胀的感觉填满。 我抬手捧起他的脸。 山坡那么矮, 我疯了要在这寻死。 圣野错愕地抬起眼, 愣了好一会儿。 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尴尬的神情。 不禁觉得好笑。 你属狗的, 咬人这么疼。 圣野的脸又黑了, 将头埋在我的胸前, 隔着衣物, 又咬了下去。 声音含混不清, 不是你说的。 打算换条狗。 我被他咬得浑身站立, 互痛的声音都变了掉。 圣野没打算停, 一路点火, 泄愤般地继续动作着。 裙摆被推到腰际。 圣野第一次没有克制。 无人的山野, 虫鸣鸟叫, 伴着我紧张又小声地求饶。 那天我才知道, 他浑身的解数都不及毫无技巧地蛮力冲撞。 我的声音断断续续。 圣野, 石头好硬。 他动作不停, 欠。 你自找的, 不止石头硬, 哪儿哪儿都硬, 只有心窝里那一块角落是软的。 那天我讨好地哄着圣野, 我说我绝不会离开的。 圣野信了, 可我不知道, 不久后我不得不食言。 顾泽里知道, 简老太太去世那天, 在医院逗留了很久。 她向医护人员询问当天的细节。 越听眉头越紧。 当听到有人说, 简宁好像被一个眼角带巴的人抱着离开医院时, 她的脸色阴沉到极点。 林语蒙都浓着, 死了全家, 还不忘勾三搭四。 顾泽里的情绪在这一秒突然爆发。 她一拳砸在林语蒙身后的墙上, 让她闭上臭嘴滚蛋。 林语蒙傻了, 连顾泽里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 要知道那是她曾经碍于伦理, 无法在一起的妓媚。 她当初为了报复后妈, 私下勾搭又戏耍了的单纯妓媚。 她以为, 她对她的亏欠足以让她纵容她做任何事。 可她还是骂跑了她。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扰得她心烦意乱。 她知道, 那个眼角带巴的男人应该就是当晚帮简宁下住的人。 她确定, 那一定是简宁找来气她的。 可那人的眼神像条野狗, 简宁这个愚蠢的家伙真不该意气用事。 顾泽里开始疯狂找人。 她势必给她个教训。 圈子里的二代们打去顾泽里。 顾小爷不是说赖皮狗而已吗? 一条狗你费尽心思找什么? 顾泽里将唇闽成直线。 训熟了的狗听话而已。 于是又有人想看热闹了。 神通广大的二代们将简宁父亲生前创立的品牌虫新盘活。 招募职业经理人。 我刷到那条消息时, 就知道是陷阱了。 挖好了坑, 等着我去跳。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正打算介入父亲生前的产业, 对破产的事一查究竟。 正愁没有机会, 他们就将机会送上了门。 职业经理人的位置, 我势在必得。 圣爷知道我要走时, 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碗烟, 回来时将头埋在我的井后。 声音闷闷的, 飞去不可吗? 我漠然, 他们会欺负你, 他说。 我安抚地揉了揉他的头顶。 放心, 我厉害着呢, 等我当了经理人, 回来照你哦。 圣爷没再说什么, 只是从第二天开始, 他不再闷头修车。 他变得早出晚归, 每晚回来都疲惫不堪。 甚至有一天, 鹅脚带着严重的擦伤。 我问起, 他什么也不说。 偶尔夜里醒来, 会撞见他坐在院子里独自喝酒。 那时我不知道 他正在经历怎样的煎熬。 只能一遍遍安慰他, 我迟早会回到这里。 时间很快来到竞选经理人的那天。 早早起来准备, 却不见圣爷的影子。 他的机车扔在院子里, 手机留言, 只给我发了两个字。 别怕。 我想, 他还是怪我的吧。 眼下失落, 我独自出了门。 那些被我逼着鞠躬的二代们, 为了这次竞聘, 煞费苦心。 他们改了竞聘形式, 将考核放在宴会厅, 让候选人盛装出席。 美其名曰, 要看看候选人的交际能力。 然而, 宴会的地点, 却是当初父亲调宴宴的那个大厅。 竞选者衣服上贴上夸张的大号码牌, 摆明了的鸿门宴。 我却硬着头皮也要闯一闯。 不管他们初衷如何, 只要他们看了我的竞聘书, 就会知道父亲的品牌还有利可图。 到时候, 商人们会做出正确的取舍。 赴宴之前, 我对父亲盘活的品牌进行了详细调查。 短短时间内, 股权多次变动, 就在竞聘的前一晚, 控股权再次转移, 却并未攻势。 我到宴会厅时, 主位的人也迟迟没有露面。 忐忑之余, 我再一次见到了顾泽里。 他就坐在靠近主位的位置。 看样子, 持股比例应该不低。 他远远地看着我, 手指抹扎着杯盐, 神色晦暗不明。 二代们开始陆续登场。 哟, 这不是剪家大小街吗? 你倒是真敢来呀? 他说着, 招呼身后的人。 搁几个, 来吧。 看在老交情的份上, 我们就先面试剪大小街怎么样? 硬喝声不绝。 为首那人盯着我腰间的号码牌。 这个, 二号请听题, 应听第一题, 就是穿着低胸礼服 给客户鞠躬道歉, 考验经理人是否能屈能伸。 现在请将我们当成客户, 拉低衣领, 开始鞠躬吧。 我紧紧盯着屏幕, 再忍一忍, 我的竞聘视频 马上就会播放出来。 然而我却高估了 这群二代们的下线。 大庭广众之下, 他们竟敢公然对我动手。 怎么, 滴不下头? 今天小爷, 我就帮你滴一滴。 他说着就要来按我的头。 我躲过, 紧接着, 旁边的人被我一碰, 夸张地将整杯酒 都破到了我胸前。 哎哟,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说话的是林雨萌。 他嚣张地站在那群 二代的身边。 一群人, 一张张扭曲恶劣的魔鬼面孔。 顾泽李就是在这时走过来的。 他拨开人群, 站定在我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狼狈的我, 却久久不出声。 我知道他在等我求他, 可我怎会如他的愿? 屏幕上, 已经开始播放我的竞聘视频。 顾泽李见我没反应, 气笑了。 怎么, 人都来了, 还拉不下脸服软吗? 主位旁, 嘻嘻疏疏疏几个人, 渐渐被屏幕内容吸引。 顾泽李眉头紧锁, 刻意压低声音。 简宁, 你想清楚, 是向我一个人服软, 还是向这一群人服软? 这么久, 苦头还没吃够吗? 看视频的那几个人, 开始小声耳语, 然后纷纷点头。 我迎着顾泽李的目光, 冲他嘲讽地挑了挑眉, 周围顿时传来起哄声。 顾小爷不是说狗养熟了吗? 怎么还要咬主人呢? 哈哈哈哈。 顾泽李面上的冷静, 终于维持不住。 他肉眼可见地恼怒起来, 咬牙切齿地逼近我。 简宁, 你该不会是指望那个服务生 来替你解围吧? 花几百块雇来的混混, 他今天就是真来了, 又能怎么样? 不过是多一个人 陪你狼狈罢了。 我从不知道, 从前温文尔雅的顾泽李 也会有如此卑劣的嘴脸。 果真应了那句话, 当你成功时, 全世界都是笑脸, 失败时, 全世界都会对你露出爪牙。 我嫌弃地别开脸, 为自己浪费的几年感到不值。 顾泽李恼羞成怒, 强迫我与他对视。 可是简宁, 你没有任何亲人了, 就算狼狈, 也不会有人来陪你。 我在心中冷笑, 我一个人狼狈就好, 圣野那样桀骜的人 就该一直硬气着。 可顾泽李话音刚落, 宴会厅的大门 就从两侧打开, 一群着装精致的人 鱼贯而入, 他们簇拥着的 是一道熟悉的身影。 疏冷的眉眼, 淡粉色的疤, 台步间, 硬实流畅的线条 在西装下若隐若现。 圣野就这么猝不及防地 朝我大步走来, 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和圣野四目相对, 抱歉, 我来晚了, 他说。 那一瞬间, 我的泪不听使唤得往上涌。 爱人不在时, 狼狈像铠甲, 让人愈发坚强。 可被心疼的目光注视时, 我只想拼命擦掉身上的酒渍, 把所有的狼狈都藏起来。 我的行为刺激了固泽里, 他猛地抓起我的手腕。 喝, 好一出苦命鸳鸯的戏码。 他双眼通红, 闪着偏执的光。 简宁演戏也要适可而止, 别给了机会不知道珍惜。 他话音不落, 脸被一拳打歪, 圣野速度快得惊人。 一拳挥完, 迅速扔掉了西装外套。 顾泽里直起身时, 他已经抽掉领带, 解开了袖口。 拳脚伸展开, 再一拳挥过去, 顾泽里直接砸在了餐桌上, 毫无还手之力。 菜品翻了一地, 顾泽里狼狈至极。 天之骄子的他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可是难得的, 他那些跟班 却没一个人敢上前拦圣野。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 跟在圣野身后的 盛氏企业总裁特助。 盛氏是金字塔尖班的存在, 一个总裁特助 都够圈子人巴结的了。 而那个特助 如今恭恭敬敬地 站在圣野的身后, 捡西装, 接领带。 他叫圣野圣总, 圣野说抱歉, 来晚了。 屏幕前那些认真看 竞聘视频的人 纷纷起身, 恭敬地说, 不晚, 刚好。 顾泽里挣扎着站起来, 歇斯底里地吼道, 妈的, 封了简宁, 你以为你 给他穿的人母狗样的他 就真的飞黄腾达了? 你知不知道 冒充圣家人 会有什么下场? 我紧张地望向圣野, 却见圣野弯了弯嘴角 冲我笑了, 露出一排又白 又好看的牙齿。 简宁, 借你吉言, 我真的发财了。 现在, 有个仗势欺人的机会, 你要不要?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人, 缘分像一个轮回, 重又将我们置身其中。 圣野就是圣家出走的大公子, 不久前刚向父亲低头, 接手了公司事务。 而父亲的品牌, 就是他接手后收购的第一个项目。 就在刚刚, 他又从他父亲手中 取得了这家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固则里几次张牙舞爪地扑向圣野, 都被圣野踹了回去, 周围无人敢应声。 于是他打了报警电话, 他笑得荒谬, 说妈的都疯了, 有人冒充圣家大公子, 骗过了所有人, 他让警察快点来抓人。 圣野不再离倒在地上的男人, 他转过身用西装盖住我的狼狈。 眼底的心疼也藏得很好, 笑着温声说道, 我就知道你厉害, 静听报告好多人都投了你, 我不来, 他们也知道利弊。 而我之前瞒着你不说, 是因为我想做一次你的英雄。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 圣野的笑里, 藏着小心翼翼和暴力挥拳时, 判若两人。 我紧了紧外套, 回想起圣野进来的举动。 一时间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外界传言, 圣家大公子因为父亲出轨, 母亲郁郁而终, 而选择放弃继承权, 离家出走。 圣父多次劝阻无效后, 索性将小三与私生子 接回了圣家继承家业。 多年过去, 圣家私生子 俨然已经在圣市站稳脚跟, 圣市在没有圣野的一席之地。 我想起圣野那些 独自喝着闷酒的夜晚, 额头带着擦伤, 夹着烟的手, 微不可查地颤抖。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他是怎样向他的父亲低头的? 额头的伤, 是他父亲打的吗? 满身傲骨的家伙, 忍下了怎样的恶心, 向背叛母亲的人说软话的? 我清楚地知道, 他瞒着我不说, 只是因为没有把握。 品牌控制权, 昨晚一主。 而圣野今天一早, 才完全从父亲手中 取得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紧赶慢赶。 终于在我受辱之前, 赶来救我, 却还要小心翼翼地 照顾着我的自尊。 我知道, 那些人就算是 看了我的竞聘视频, 也不会一点不犹豫地 选择我, 使圣野让他们 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忍不住抱住了圣野, 将头埋在他的胸前, 嗡声嗡气道, 怪你干嘛? 怪你现在太有钱了吗? 有钱就能让我仗势欺人, 这有什么不好? 圣野紧绷地身体松懈下来, 尘埃落定般, 回首抱住了我。 打完电话的固则里, 终于在这一刻失控, 他猛地站起身来拉我的手。 够了简宁, 不用故作姿态气我, 我不就是打了个赌吗? 圣野将我护在怀里, 警告的眼神看着他。 固则里眼神逐渐疯狂。 简宁, 你宁愿向外人低头, 也不肯向我低头,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我只是打个赌玩玩而已, 可你呢? 你吃剩半盒的巧克力 还在我家冰箱里, 你就开始对别人 投怀送抱了吗? 我抬头问圣野, 仗势欺人, 真的可以吗? 圣野点头, 我仰手便删了 固则里一个耳光, 一个不过瘾, 又删了另一面。 删完回头看圣野, 他立马明白我的意思, 再次汗手。 于是我抄起红酒瓶, 朝着林宇蒙的头交了下去。 警察来之前, 我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警察到了时, 带走的却是顾泽里 和林宇蒙他们。 圣野提供了他们 刁难我的监控, 一群人被带到警察局 做笔录。 而我最终得到了 经理人的职位。 当特助问圣野 是否要设宴庆祝时, 圣野说不用。 他推了之后所有安排, 回头问我, 我们回家。 好,回家。 圣野将车开得飞快。 当车停在我们小院门口时, 他起身过来吻我。 他的手在抖, 声音也在抖。 他说他好怕, 怕他再晚一点去, 我会被他们欺负。 我热情地回应着他, 你穿西装的样子, 好帅啊。 这什么料子的衣服, 里面的轮廓 看得人响入非非。 圣野停下来动作, 他捧起我的脸, 深深地注视着我。 简宁, 你也害怕对吗? 害怕可以说出来, 在我这里你可以脆弱, 可以哭, 可以撒娇耍赖。 你不用, 一直装得无所谓。 我被他认真的样子一秒击中, 眼泪断了线地就滑下来。 我将脸埋进他的颈窝, 放肆地将所有的委屈和恐惧 全都发泄出来。 从父亲和奶奶走后, 第一次像个孩子一样, 诉说着自己的难过。 我是被圣野抱着上楼的。 他单手拖着我打开了门, 之后温柔浅浅地闻我的眼睛。 等他情动时, 眼角那道疤的颜色开始变深, 他就在双眼皮的缝隙上, 红红地, 分外勾人。 摇摇晃晃间, 某些沉睡的记忆猛然苏醒。 小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男孩, 是奶奶老家的邻居, 每当去奶奶家过寒暑假时, 我都会去找他。 他带我去田野里, 我们捉鱼、汤水、 沾野果子吃。 夏日的午后, 会趁着老人们午睡 偷偷跑出去玩。 我有无数鬼点子, 他有无数特殊技能。 但凡两人配合成功, 避免不了挨顿胖走。 那时的夏日, 风都是甜的。 然而我却在那个夏天闯了祸, 又是一个老人们午睡的时间, 我们窝在一起, 一人抱着半个西瓜, 边吃边看西游记。 当看到孙悟空火眼金睛时, 我的鬼点子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 我说, 哥哥, 你想当孙悟空吗? 火眼金睛的那种。 男孩放下西瓜, 眨眨眼。 你来做紫霞仙子吗? 我没听过什么紫霞仙子, 洗游记里没有。 我做紫霞仙子, 你就当孙悟空? 男孩点头。 于是我们找来了夜光指甲油, 涂在了他的双眼皮上。 他说, 眼睛有点疼啊。 我说哥哥忍忍, 等天一黑夜光, 指甲油一亮, 你就火眼晶晶了。 他忍了一会儿, 上眼皮和下眼皮沾到一起了。 他说用水擦擦呢。 于是我端来了热水, 暖瓶里滚烫的热水。 那天把他的眼睛扒开时, 我吓哭了。 眼珠通红, 眼皮也被扒出了血。 奶奶被我的哭声惊醒, 将人送到了医院。 到医院时, 那小子还捂着眼睛, 不让医生处理呢。 他说, 天马上黑了, 别耽误他练火眼金睛。 那个男孩就是圣野, 只不过那时候他姥姥 只叫他的小名而已。 圣野的眼睛被包上了。 我吓得发了高烧, 被父亲连夜接回城里。 后来再问起圣野, 爸爸指敷眼说, 一切都好了, 让我不用有心理负担。 再后来, 奶奶也被爸爸接到了城里。 我再也没敢去过奶奶的老家, 圣野停了身下的动作, 看着我眼角的泪有些慌神。 疼了吗? 我伸手俯上那道疤, 哽咽道。 我的齐天大圣, 终于踏着七彩祥云, 来救我了。 顾泽里做完笔录之后, 才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圣野, 真的是圣家出走的大公子。 那一刻, 所有体面都无力维持。 当他意识到简宁 再不会去他家里 吃那剩下的那半盒巧克力时, 深深地不甘与懊恼, 猛烈地冲击着他。 让简宁懂事, 让简宁不再高傲, 让高岭之花沉浮于他, 这些念头比起失去简宁, 便显得可笑至极。 林雨萌和那些公子哥们 仍在互相包庇着 应付着警察的问询。 顾泽里忽然就失控了。 他沉着脸, 声音冷厉地问道, 带林雨萌去调艳艳, 谁的主意? 无人应声。 林雨萌被他阴智的目光 吓得后退两步, 左右寻求帮助, 却没人搭理。 顾泽里随手按住了一个人, 再次逼问, 谁的主意? 有人不乐意了。 甭管谁的主意, 顾小少爷, 你不是挺开心的吗? 怎么完崩了, 来找后仗了? 就是, 玩不起别玩, 当时骂人赖皮狗的 可是你自己, 装逼说 要甩掉人家的也是你, 没曾想吧, 人家攀上高枝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天在警察局的斗殴, 顾泽里一队多, 每个人都带了伤。 那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 最后警察拿了枪, 才将人分开。 顾泽里满身是伤, 在看守所度过了七天, 没有灯红酒绿, 没有公酬交错, 没有那些虚妄的自尊心 和流言蜚语, 顾泽里第一次正视了 自己的内心。 他爱简宁, 从他宣布要追他时, 他就心慌意乱, 可他从小被教育的 就是厚黑之学, 弄拳之术, 他怕先动心地 永远要落下风。 于是他端着, 当他三天不来找他, 他找过去被告知 自己不如姨妈大时, 他更加确信这一点, 可他还是沦陷了。 简宁又娇又萨的气质, 让他欲罢不能。 他想, 总有机会的, 日子漫长, 总有机会让他 站一站上风的。 所以, 当简家破产, 带他慈爱有加的简妇去世时, 他的内心, 庆幸要比悲伤多得多。 他卑劣地期待简宁的转变, 没了简妇 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 没了简家强大的背景, 简宁会像林宇蒙一样, 主动脱掉连衣裙吧。 同样的事情, 简宁来做, 要比林宇蒙美得多。 可最终, 谁想得到呢? 简宁随手抓的服务生 都能是圣家大公子。 想到这里, 顾泽里捂着胸口, 将身体勾搂起来。 他想到了他们食指交握的手, 和那野狗一样的男人, 印在简宁额头地吻。 他的心就在一起疼。 过往的许多美好时光, 都一股脑地往他脑子里钻。 最痛苦的莫过于, 他确信简宁曾经爱过他。 也确信, 简宁如今不爱他了。 顾泽里觉得这不公平。 如果服务生只是服务生, 他绝不会失去简宁。 他吃不惯粗茶淡饭, 穿不惯粗料不一。 想到这里, 顾泽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一个重大的计划 在他心中成形。 他要联合圣家私生子 将圣爷打回原形。 没了优渥生活的简宁, 会重新回到他身边的。 圣爷开始接手盛世事务, 我也开始了职业经理人生涯。 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开车出门, 晚上依旧回到小二楼里。 我没有过问 圣爷是怎样向父亲低头的。 我想让我的一中人眉头舒展, 永远桀骜。 然而却总有不长眼的人来打破他。 再一次遇到顾泽里是在公司楼下。 他挡在圣爷的对面, 语气轻挑地问道, 修车工的手, 我的贯签名笔吗? 他身后跟着的 是圣爷同父异母的弟弟圣羽。 圣羽笑得如暮春风。 顾总说笑了, 你是不知道哥哥多么能屈能伸, 你看他平时凶得很, 跪在我父亲面前时, 被打骂成孙子都不敢吭声。 那天圣爷没有动手, 我动得抽得胜鱼。 被骄养长大的男孩子, 还手都不会, 挨了几个大鼻痘, 眼圈就红了。 圣爷抱着手臂靠在一旁, 哭什么哭, 憋回去。 你妈不在了, 长嫂为母, 以后教育你的时候, 多着呢, 慢慢瘦着。 我就没有圣爷那么好脾气, 什么下作手段都用上了。 膝盖一顶, 人就勾搂起来。 我薅着头发, 边打边骂。 不要什么猪狗朋友都交, 讨你哥开心, 你哥还能赏你口饭吃, 学不会缩脖子做人, 我就给你点厉害瞧瞧。 以后管好你的臭嘴, 再敢惹你哥不高兴, 我打死你。 圣羽那云淡风轻的样子, 也装不下去了, 捂着裤裆,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圣爷管好你老婆, 啊啊啊疼, 小心我回家, 告诉爸爸, 啊救命。 圣爷笑着走过来, 一脚将圣羽踹开, 然后拉住我的手, 将我按在了怀里。 别动气, 我没事, 他一下一下安抚地顺着我的头发, 都过去了, 儿子贵爹天经地义, 手疼不疼, 疼我缩在他怀里, 手疼, 心里更疼。 我知道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 他妈妈被爸爸气死, 他小小年纪宁可去当修车工, 也不回爸爸身边, 可想而知, 那是多么强烈的恨。 我哭得一抽一抽地, 往圣爷衣服上抹眼泪, 圣羽骂骂咧咧, 逃也似的跑了。 偌大的广场熙熙攘攘, 周围开始有下班的员工围过来。 我旁若无人地钻在圣爷怀里, 固则里落寞地站在一边, 他静静地注视着我, 请客间, 眼眶变红了, 刚刚的骄傲不复存在, 眼神哀伤又绝望。 简宁, 还记得毕业那场联欢吗? 那时我和人打架, 你就是这么护我的。 你那么娇气, 却敢拿着酒瓶挡在我身前。 固则里的声音开始哽咽, 难得地将脆弱摊在外人面前。 我错了,宁宁, 我错了。 可是, 难道你一个改正的机会 也不肯给我吗? 你要是真的爱我, 为什么一个机会都不给呢? 他垂着肩, 靠在路灯下, 继续喃喃道。 你养在阳台的昙花开了, 你说开之前一定给你打电话, 可你的电话打不通了。 我打了整整一晚, 直到昙花谢了, 你也没有接。 宁宁, 求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 只要你肯回头看一看, 你就会记起来, 你是爱我的。 你说过的, 要我陪你回奶奶老家走一走, 我推了工作, 安排好了行程, 宁宁, 只要你回头, 我什么都听你的。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指指点点。 哭的这个男的, 不是那个故事总裁吗? 够卑微的呀, 这么可怜。 他活该, 没听说过吗? 他在未婚妻父亲的葬礼上, 跟人设赌局, 这样的男的, 有什么好可怜的。 我从圣爷的怀里抬起头, 圣爷挑眉问我, 需要我回避。 我没好气地挖了他一眼, 狠狠在他腹肌上, 凝了一把。 说得好听, 真回避了, 晚上不定要怎么哄你。 再说, 一条赖皮狗而已, 你回避个什么劲。 圣爷捂着肚子纵容地笑, 固泽里脸色煞白。 我回头, 巧克力和花都扔了吧, 谁年少还没犯过几次蠢呢? 以前是我眼瞎, 我认栽, 以后千万别总在我面前晃。 你一晃, 我就想到自己犯过的蠢, 说不定怎么想法弄死你。 我挽过圣爷的手臂, 还有, 奶奶的老家, 我不用回了。 我要找的人, 找到了。 固泽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几次变幻。 我想, 他心里那么多弯弯绕绕, 这句话够他琢磨很久, 窝囊很久了。 至于他知道实情后, 喝到未出血住院, 那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 我牵着圣爷的手离开, 圣爷问我, 真的想过找我。 我逗他, 听真话还是假话。 圣爷默然, 可我找过你。 我, 什么时候? 圣爷, 我, 说呀, 什么时候? 圣爷猴头滚了两下, 尖色地开口。 你大学毕业那年, 莲欢会? 我挡在顾泽里身前的那次联欢会。 一时间, 我心中百味杂陈, 一些念头在脑海里渐渐清明。 所以, 父亲的葬礼, 你不是去送东西。 圣爷默不作声, 帮我扣好了安全带。 还有医院楼梯间, 医院楼梯间, 也不是偶遇。 是吗? 圣爷, 你说话。 圣爷打开车内储物盒, 摸出一个小盒子来。 盖子掀开, 一枚漂亮的钻戒递到我面前。 所以, 愿意嫁给我吗? 我泪眼模糊, 久久说不出话来。 圣爷认真地说道, 往后的路可能没那么好走。 我不再是修车宫圣爷, 而是回来和人勾心斗角争家产的圣爷。 我抹着断了线的泪珠子, 破涕为笑。 嫁, 干嘛不嫁? 看不顺眼的, 修车宫也不嫁, 看顺眼的。 亿万富翁也嫁, 圣爷也笑, 什么鬼逻辑? 说着, 低头向我吻下来。 我们结婚第二年, 圣爷父亲去世。 年末古稀时, 记起发期的好, 出于愧疚和对圣爷能力的认可, 将手里的股权大部分传给圣爷。 而圣语似乎被我一顿毒打长了记性, 口嗨时再不敢提圣爷的伤疤。 转年我们的孩子出生, 作为礼物, 圣爷给我了一份报表。 当年吊咽咽上起哄的人, 半数以上破产, 固则里虽为破产, 却支撑得十分辛苦。 圣爷亲亲我的额头, 等你修完产架, 用父亲的品牌来收购它。 门外传来圣语夸张的干呕声, 真恶心, 秀恩爱死得快。 圣爷笑着问我, 又揍他了? 没, 他给孩子送礼物, 刚刚你不在, 他偷偷庆了孩子好几下。 圣爷懒过我, 目光向窗外望去, 窗外阳光正好。 而我们的伤疤, 也在渐渐愈合。